前文哉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讲到刚刚出了策的虎青 一出来就立刻踩入油麻地果栏 找大老板聊天 这个虎青找到了大老板之后 他提出了两家联手共同对付十二少和陈乐军的建议 并且虎青还是比出了他自己认为是万无一失的计划 这时候只听见虎青就说了 大老板虽知道打人就一定要找出他的弱点 弱点找到了 那做起事起身就事半功倍了 出来走的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是家 一旦有家就必定会有顾虑 没错的 Tiger叔他年轻的时候是很猛烈的 但是那时候老了 家对于他来说是比字头更加之重要 所以Tiger叔他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的女儿小静 大老板 对付Tiger叔第一步 我们就要搞定他女儿 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了虎青这样说 大老板就接口话了 蛤?搞人家的女儿? 虎青 你这条路虽然算不上是精妙 不过就现在够了阴毒 够了无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辅多人 虎青和大老板是讲tiger叔的女儿 小静 今时我就先给 大家介绍小静 Tiger叔的女儿小静今年是20岁 个性就是叛逆不羁 她很喜欢榴莲在迪高 酒吧等等的场所 经常在寻欢作乐 由于小静是相貌娇美 身材又惹火 所以经常就有些不知好歹的狂风浪蝶 沾来搭散 话说就是这一晚 小静又去了迪高 那一晚 小静是染了一头紫色的头发 穿着深V的短奏T恤 露出了有人的事业线和小蚌腰 她的下身 则是穿着牛仔短褲和黑色丝蜜 这一阵时 小静在舞池中 和着接拍 忘情地扭动着身体 显得是憤矮的夭遥 过了无来 一个金帽子 就扭着条水蛇腰 靠近小静 喂 美女 跳舞跳得挺好的 一起玩一下 小静是秒了秒这条金帽子 但是就没有继续采它 哈 这条金帽子吃了一个这么大的柠檬 如果就这样走开 走回去兄弟那里就挪包了 于是金帽子继续就说 美女 我呢 就叫做英英 给个面 和我跳完这段舞 我自动消失 OK 小静这阵时终于开声 跳舞啊 No problem 但是 你一个不小心碰到我 有什么事 我不背飞的 静仔英见到这个静女 终于是开声说话 不由得是心花露房 嘿嘿 静女 你背不背飞 不要紧的 我背就行了 况且那个静仔英 吓大 什么都不怕 最怕就是那些静女 不理我了 一字说 静仔英竟然是伸手摸了一下小静的臉 哇 是 你臉 还滑过豆腐花 静仔英这样一摸 小静是呕了一下 想不到这条小静竟然是够胆死 你动手动脚 于是 这阵时小静就大声地说了 你这么喜欢摸人嘛 行 我找人 给你摸个够啦 西宝 有人想搞我啊 话音刚落 不知道从边鼠突然之间冲出了一个身材灰午 英气逼人的男人 砰一拳 将静仔英打到直飞了三四米 跌在地上 坐在武池旁边 一直在住喝酒的几个人 立刻就站了起身 唇一声围在静仔英的身边 看来这帮人就是静仔英的马仔了 这阵时只听见静仔英 像老修成路那样大声喝 顶 旧姜动我 你们几个 给我打批他的脚 这阵时 刚才还在住跳舞 劈走的人 听到静仔英这样一叫 都停下了 看热闹了 对于这种场面 小静就已经是见惯不怪的了 于是 这阵时他就说了 这帮人不识死 细寶 你就和他们玩一下吧 这个细寶就是小静的保镖来的 这阵时只听见细寶是应了一声 是的 小姐 那么多位 保镖是什么人来的 打得知人 可怜静仔英他们几条契弟 三下五下二 立刻就被细寶打到重伤 躲在地上 怪就只能够怪这帮契弟 是有眼不惜泰山 连加细导龙头的女儿都敢碰 哼 找死了 真是 这阵时 细寶就说了 小姐 需要不需要和这几条契弟玩多一阵 还有什么好玩呢 这么厉害 浪费啦 听到小静这样一说 细寶是正准备收手 突然之间 三个蒙面的大汉 就在迪高的外面冲了入里 细寶就以为这帮人是帮人的救兵 于是一声都不出就打了 但是这几个蒙面大脆佬的身手 明显就比帅哥英他们高了好几班 而且是朝朝阴毒 似乎就想拿人命 作为一个保镖 细寶的功夫自然就不是那么差 但是要同时对付三个人 还不得不 是要多用多几成的功力 突然之间 又有一个蒙面大脆佬 在外面冲了入里 细寶是一个不为意 被他一下子砰一锤 打正了后尾枕 细寶意识是模糊了几秒钟 就趁着这几秒钟 前面那三个大脆佬 是立刻一手拿着小静 硬地把他拖出门口外面 细寶回过神力 立刻就追了 但是又刚好就得那么巧 第四个蒙面大脆佬 就动了在他前面 这阵时 眼看着小姐 就要被那三个大脆佬拖出门口外面 细寶是心急如焚 于是他一出手 就直接打向了对方的烟口 呵呵 面前的这个大脆佬 他的身形 不但只是比细寶高大 而且新手 显然就比细寶高出了几个level 只见到这个蒙面大脆佬身躯一侧 顺手右臂横劈 手肘直接打中了细寶的太阳月 细寶哼一声 跌跌撞撞地踏在地上 嘩 在玩泰国野 加阵时 这个蒙面大脆佬就没有继续进攻了 而是转转新阵走 他一字走就一字说 俊仔 没空跟你玩 下次有机会再多来一餐 一字说 这个大脆佬就跳入了外面的一部面包车 车时一发动 立刻就呼啸而去 啪 这阵时 只听见一对手死死地振着车门 是谁啊 竟然是在迪高里面冲出来的细寶 在部车上面的司机 就恶死能登地骂了 死仔 学人英雄救美是吧 吃屎啦你 一转方向盘 车身就撞向了路边的灯柱 砰 这样一声 哟 可怜啊 世宝是被那个灯柱撞到鲜血直痕 整条咸鱼那样 啪一声 踏在路边 脚不断移硬了两下 就再也都 夹不回起身了 好了 架势堂啊 一个女儿被人夹了 这条猛鸟一传传了出去 整个架势堂就好像发生了八级地震那样 各路头目立刻就发散人手到处打探 准备营救大小姐 由于世宝是案发的第一证人 所以世宝是被送到医院急救之后 架势堂就立刻拜出大鹏人马驻守医院 保护他的安全 而Tiger叔呢 即是接到了电话之后 也都连夜赶到了医院 这阵时Tiger叔是又急又生气 不停地在这里吃烟 这阵时Tiger叔是压爆头都想不明白 哼 自己名框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了 居然还有人踩上门找他的麻烦 小静是自己的掌上明珠来的嘛 如果有个什么三长库短 就算将罪魁祸首碎尸万段 也都不能够解恨的 好了 这阵时在医院走廊上面的另外一边 是出现了一阵骚动 阿大 吉祥哥 原来这阵时十二少和吉祥仔是赶到来了 这阵时十二少直接走到Tiger叔面前就说了 Tiger叔呀 什么料呀 Tiger叔就说了 不知道呀 细宝还在这抢救着 十二少是看得出Tiger叔加特斯是有点乱 于是他就安慰地说了 Tiger叔呀 没事的 定点来 下面整班小的看着你的 别走啦 嗯 唉 这阵时Tiger叔就已经是六神无主了 尽管是 他年轻时是历尽风朗 但是 岁月不饶人这么多位 年纪越大就越缺乏年轻时的气魄 好了 等了无奈 急救室的门终于打开了 整班人就围着医生 细宝 细宝告诉我 到底是哪一犯人做的 细宝是很出力地 他一样抹开了眼睛 看不清他们的样子 细宝 不要这样一说 Tiger叔就勃然大怒了 哼 人都被人抢了 你连对方是怎样都看不到 你还学什么人做保镖啊 对 对不起啊 Tiger叔 这时候十二少爺是张手一揽 Tiger叔 定点来啊 定? 怎么定啊 你叫我怎么定啊 当时是我的女儿被人夹了 对方是什么料都未知 想找都没得找的 你叫我怎么定啊 Tiger叔 我和你一样 是这么关心小静的 不过 生气 解决不了问题的 听到十二少爺一说 Tiger叔 是重重地呼吸了一口气 但是 胸口依然起伏不停 等到终于冷静了一点 Tiger叔是继续这样说 十二仔 前段时间你和大老板撑得这么行 你谈东西会不会和暴力团有关的呢 听到Tiger叔这样一问 十二少爺就并没有立刻回答 但是 十二少似乎心中有数 因为他认为 大老板在家臣市策划这件事 可能性就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暴力团是刚刚打输了一场仗 而大老板又伤势未好 根本是没必要急于发动另外一场战争 于是十二少爺就说 我觉得应该不是暴力团做的 蛤 蛤 那 我们这几年 很少跟其他字头有个过节的 不是大老板 会是谁啊 你说啊 小宝他身手这么好 可以三几招之内打低他的人不多 Tiger叔 我怀疑 是刚刚在臭格出来的 苦青 蛤 蛤 苦青 三年前 如果不是你十二仔留守 他一早就香了 他家臣市 还敢来搞事 他得过几两人 就敢跟我们架势堂斗 他这样做 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这边上 十二少爺对自己的猜测 是很有信心的 于是他就开口说了 是不是苦青做的 很快就知道了 细宝 你好好地休息吧 Tiger叔 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夹走小静的人 不是想要钱 就是想跟我们架势堂说货 所以他家臣市 只是想打乱我们的阵脚 就算他是胆生无 我想他也不敢碰小静 听到十二少这样一说 Tiger叔就说了 唉 好了 十二仔 我信你 你一铺 我给你抓棋 好了 这时候十二少爺是走出了病房 他一走出来 就对外面整班门生说了 从这一刻开始 大家只是跟我做一样东西 就算是反转整个香港地 都要跟我刮苦青出礼 听到十二少爺一落拨打 下面那帮门生 就二口同声地说了 收到了 阿大 好了 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支 现在我们先讲一下小静那一边 小静是被人拖入了面包车之后 手脚就立刻被人拿条绳扎住 而眼睛也都被人拿条黑布蒙住 那部面包车是奔驰了一段时间 七转八转 终于停下来了 小静是感觉到自己家阵史 是被人拖进一间房间里面 在空气之中有一阵混浊的味道 于是小静就震震腾腾地问 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为何要抓我啊 突然之间一只手就脫开了他面上面那块黑布 同时有把声哭了 嘿嘿嘿嘿嘿 小靖 是我 还记不记得我 小靖是定眼一看 面前的竟然是苦青 小靖就大吃一惊 是 你 三年之前 你闯了大祸 现在你还没得到教训吗 你现在又来搞我 你不害怕死吗 害怕死 我就不离 小靖 你知不知道 为了你 就算真的要我死 我都心甘命底 你要死 就死远点 不要黏着你 警告你 苦青 快点放下我 如果被十二少刮到你 肯定会是一刀一刀地 割干净你的肉的 十二少 苦青是突然间一伸手刮了小靖一巴 三年前那条数 我一定会清清楚楚地和十二少他计清楚 只要我搞定他了 整个架势行都是我的 知不知道 你 你想做什么 苦青 我告诉你 你不要乱来 在这边乡 苦青是无理到小靖 他轮转身对着两个马仔说 你们两个 盯着他 说完 轮转身就走出了门口 上了一部车 呼啸而去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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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上面 苦青的手提电话是响了起身 苦青拿起电话就说 喂 说话 喂 苦青哥 现在人家夹了 下一步 你想着怎么办呢 在电话那头的人 就是大老板 哈哈哈哈 大老板 你比我还心急 人都在我手上 当然慢慢玩 接下来 哈哈哈哈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有时间咯 就跳下茶舞 踏下骨咯 咯 咯 踏骨 哼 苦青 我知道你 入了臭格几年 骨头硬了 又没铝 家阵士 你是不是应该做下正经事先啊 哈哈哈哈 大老板 我家阵士不用动手 都可以杀死人啦 Tiger叔不见了个女儿肯定是紧张到死的啦 首先是会派十二那条契弟出来做事的 我不挂他 什么都不做 他就不会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啦 Tiger叔那一边 越等就会越急 看见到十二仔教不了差 就会施疑他 是不是像想象之中那样做得事 十二那条契弟失威 Tiger叔就差矣 那才会有一场大龙逢的嘛 哈哈哈哈 大老板 定点来啊 家阵士才刚刚开罗的 下面才有时间玩啊 哈哈哈哈 哦 这样啊 醒目啊 苦青 十二仔呢 是家世堂最猛的人物 搞定了他 就不愁搞不定家世堂的了 哈哈哈哈 好啦 是这样啦 大老板 遲点我再call你 讲完之后呢 苦青就禁识了自己的手机 家阵士呢 苦青是为自己的计谋得逸 样样得意 他心里头想 哈哈哈哈 这一魂 不玩残那只十二仔 我就绝对不收手 哈哈 好啦 我们家阵士讲回十二少这一边先 家阵士呢 十二少正是很紧张地吊开着人手 在那手挂着苦青 那 各位 在江湖上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正所谓 禍不及妻矣 而这一魂 苦青这样的行为 实在是太过下流 太过卑鄙了